港鐵票價何加何減機制檢討完成 決定在計算方程式中加入同物業利潤掛鉤的扣減 政府說相信港鐵不會拆細物業法指而壓低扣減 至於為何只是同本地物業利潤掛鉤 而不是整體基本業務利潤 政府說港鐵要有資源維修系統 它要承擔鐵路的維修、運作和更新 它都要等很多資源下去 所以這方面的利潤掛鉤的空間不是大 物業發展這方面其實在這方面 我覺得那個說法 究竟它是否可以用賣樓的時間表來控制 這方面我不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物業發展其實是有一個時間表的 它要拿到入火紙這樣的程序 所以政府也會看著